各位朋友大家好 尚哥一位好朋友 他的先生和女兒一起感染了新冠 先生80多歲 女兒也是中年 他們兩人中了新冠 但因為情況不一樣 先生的喉嚨很痛很痛 但又有幾聲咳 女兒直接咳到無法呼吸 睡不得到 要坐在那裡 症狀最初只是感冒咳 不過有痰是黃色的 結果他自己去煮湯給他們喝 因為他是家世代中醫 所以他可以自己撿這些茶湯 結果他們很明顯地改善了 現在跟大家說一下他煮什麼給他們喝 首先他女兒買了普通的藥房 經常買到的藥房 可以指頭痛、化燒這些 這樣的胎耳萊 但沒有什麼效果 一樣不斷咳 他先生因為是長者 所以政府在他三天後 給了兩天的新冠 這些特效藥 他吃了兩天也有改善 但期間他曾經煮湯水給他們 希望幫他舒緩的情況 他總共煮了三種茶給他們喝 頭三天第一個茶是用海底野 20克 白雪耳、大盜的 要半朵 雪梨兩個去心去皮 蘋果兩個同樣是去心去皮 然後半摘農地葉 14顆藍杏、10顆北杏、3顆蜜棗 加10碗水一起煮 45分鐘後煮完熄火 焗15分鐘剩下6碗水 就三個人一起喝 他們有病的一天喝三次 早餐半小時後喝一碗 下午飯後再喝半碗 晚上飯後再喝一碗 他用了五碗 剩下一碗就是我朋友 他沒有病他都可以喝 不論什麼時間都可以喝 他們喝了三天 有很明顯的改善 先生就好了四成 沒有再咳了 但喉嚨還是很痛 政府就給了新冠特效藥 因為長者所以有福利 兩天之後他復活了 後來他們都用第二個茶湯 去幫助 而四天之後 全部陸陸續續有改善 第二個芳是什麼呢 就是用雪梨兩個 墨冬六七黑 海底野八至十克 白蓮子三十克 毛花果六粒 燈芯花六摘 又是用十碗水煮一小時 剩下五碗半 每人兩碗 又是分總萬喝 剩下一碗就是我朋友喝 這個茶很平凡 不過效果很好 可以清深火內熱 這兩個是日常喝 因為他們晚上 先生喉嚨乾得很痛 女兒咳得完全睡不得到 要坐在那裡 所以他就煮了另外一個 晚間飲用的茶 就是用羅漢果的殼 不用肉 和南北杏一茶匙 五碗水煮剩下兩碗 晚間隨時當水喝 喝了兩碗就咳少了 再喝多兩碗 女兒簡直可以睡平 睡到天亮了 所以這三個茶 都是我朋友自己 給他們家人喝 結果一個星期檢查 已經回復一條線 即是沒有病毒 要九天後就完全康復了 所以這個個案可以和大家分享 如果你環境沒有這個藥 可以幫你的 不妨試一下這幾個茶 希望可以減輕你們的不適 是咳和痰多 和喉嚨很痛 不過他們沒有發燒 希望這資料幫到大家 多謝你們收聽